台中中头公路发生了翻车事故 有两辆小客车都在同一时间 要变换车道到中线 结果其中一辆银色轿车 疑似闪避不小心翻车 还好驾驶只有受到轻伤 而另外在彰化则有女驾驶开车经过路口时 疑似一时恍神闯红灯 撞上绿灯执行的女骑士 女骑士当场被撞飞因此重衰 路口交通后置绿灯转红灯 一辆黑色轿车看到红灯不停硬闯 右边女骑士骑出来发现苗头部队立刻击杀 但左边女骑士可就没这么幸运 才骑到车前头直接被撞 人飞过半个车时距离 抛物线重衰在地 巨大声响吓坏附近民众 肇事女车主撞到人赶快下车 惊觉自己闯红灯 连忙双手核实 不断跟对方陪不试 事发就在16号早上快9点 彰化福星张鹿鹿四段上 被撞的女骑士就在旁边的一间福具店上班 距离公司仅仅不到10公尺 出意外实在有个倒霉 包括X光什么有的没的都做了 然后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彭信女子驾驶自小客车 过程仪式恍神闯红灯 另外镜头转到台中雾峰 中头公路南下7.4K 银色小客车四轮朝天侧翻在外线路间 拖掉车到场赶紧将事故车拖掉离开 警方调查原来是两辆车 同时间变换车道要到中线 结果其中一次的轿车驾驶 闪避不慎翻车 还好意外无人受困 翻车驾驶只受轻伤意识清楚 详细轿责任还得由警方记不理清 解堂彰化纵不倒